3,2,1,Action! 大家好,我是3號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裡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10個MacBook最實用的快捷鍵 Version 2 請容許我打一個小廣告 3號TV會一直更新關於 MacBook和Mail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3號TV的話 就趕快訂閱3號TV 然後點擊旁邊的小鈴鐺 那麼你就可以第一時間 收到關於我影片發布的通知 這一集所推薦的10個快捷鍵 是我平時生活上常用的快捷鍵 相信對你們來說應該都很實用 那麼我們現在就去看吧 現在要分享的這10個快捷鍵 對任何一個剛要使用MacBook 或者是剛從Windows轉換過來 MacBook這邊的朋友非常有用 就是在不打開那個FAR的情況下 可以看到它的一些主要的內容 Preview的話就是按Stay 我們就已經看到這張圖片了 如果是Folder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按Preview 不過它Preview呢 只是一些它比較基本上的 Information Video的話呢 也是可以 你只要按Command Tab 這個時候你的Command 是按著的 然後你就可以按Tab 然後選擇下一個 其實這個Backward Forward的按鈕呢 是在這邊 就是Backward 就是Forward 而快捷鍵呢 就是按Command 左括號 或者是Command 右括號 這樣子 就可以很快的切換了 可能我們難度按這個打差 所以我們可以按的就是 Command W 它就會關掉那一個開著的Tab 你只要按Cmd Q 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按Cmd I 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它大概的那些 Information 最快的方法就是 按Cmd 它就會直接進到你的Trash 普通的做法呢 普通的做法呢 就是點擊進去 然後按MT 而它的快捷鍵呢 其實是 連打開都不用打開 你只要按Cmd Shift Delete 你只要按MT 它就會完全Delete了 快捷鍵呢 就是 Cmd M 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覺得這影片對你有所幫助的話呢 就給個Like吧 然後分享出去給你有需要的朋友 我也期待你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哪一個快捷鍵對你來說是非常有用的 那麼我是Cmh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一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 有沒有收到